始終相信善良 那對於有情緒就像 一人和你 因為他的那個 喂喂喂 在台俄羅斯藝人走出征 葉雅倫感慨始終相信善良 歡迎我們聽過在 AKA 教練功夫 就這麼說 別這麼說 謝謝 別這麼說 葉雅倫27號晚上7點 註視Live Asia超級中國現場 打卡戴愛玲 畢書鏡 陳芳妮等 師傅藝人駕造 且看顏皮連續三小時的 串場功夫 我覺得我們都要 單日子的妖嬌 雖然是睡覺 欸 趁著彩排前空檔 咱們來關心關心 昨晚因為來自俄羅斯的 藝人安妮被出征 而忍不住開槍的你 始終相信善良 那對於有些譬如說 像藝人安妮 因為他的那個 喂喂喂 哈哈 有問題 可能會被公佑這樣摔 嗯 這時候就很重要 要凭借5G去理解 那今天晚上我們就是 利用這個高科技的 來示範給大家看 對 哈哈哈哈 欸真的 你為什麼會 幸福 閃爵的活在 任何留言裡 沒有吧 是你們太關注我吧 是你們太關注我 是你們太關注我 那一天花很多時間在上嗎 對啊 很多人也是小編 哈哈哈哈 地震的時候 我記得很多人都不留地震 經濟的時候 營養的你怎麼說 你可以這個信心 天氣真的不錯 哈哈哈哈 好想出去玩 哈哈哈哈 地震就地震了 已經變成一個地震的一個代名詞了 對啊 如果我可以 因此而撫慰很多人的 就是可能擔心害怕的話 我會覺得OK啦 算是功德一件 功德台灣 現在主持這塊其實越來觸角越來越廣 你還訪問韓星 然後訪問太星 近期訪問 有沒有比較印象深刻的來點 我訪問了那個Batman的那個導演 然後跟各位一樣 就是我在等待間裡面 跟同時全球大概三十幾個 記者等著被排進那個房間這樣 所以蠻委屈的 哈哈哈哈 沒有快速通行證 沒有特權 但是這些應該蠻高定的事情 沒有 怎麼會 我很愛記者的 但是我們就是 相愛相殺嗎 哈哈哈哈 今天我想 你跑到去 集中 綜藝的事情 已經確定了嗎 好像目前確定 我比較困擾的是 就可能要出席兩天 走兩次 紅地毯 就是等於要準備兩套高定的 禮服 裝髮費是兩分 除此之外 我覺得蠻贊同的 哈哈哈哈 比如說戲劇跟綜藝 背後都很辛苦的人 我覺得獎項越細緻 越讓大家可以發掘人壩 如果能夠讓更多的人 理解到產業的背後的話 應該可以讓學校啦 或是政府去配合 我們來挖掘更多更好的人壩 太無聊了 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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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